我等不及了 我明天就想跟你结婚 那你打算就这么去啊 我妈事可多了 冰来酱糖水来土淹 那丈母娘还能把你去 轰出去不成 我不是说这个 提亲 总得你爸出面吧 算了吧 我还是自己去 不想让他费这个事 你好好想想 说到底他是你爸 算了吧 算了就算了 你要是真不想让他去 我听你的 那我下午去给你妈买点东西 这上门提亲 总不能工作手去吧 你妈喜欢吃什么 我给她买点 照理说是得买点东西 可是 你身上有钱吗 我这可真拿不出来了 我还有点 我出狱的时候啊 大把塞了点给我 他说你出去啊 花钱的地方多了呢 李大炮 他真是有钱有利 那没错 可以 同志 这个都要夹新门 这个啊 是这个吗 对 这个五块八 我再看一看 后面我再看一看啊 没事 这个茶叶怎么卖 这个茶叶 这个一块五一两 这都是新茶 你闻闻可香了 你闻闻 没事 我不闻了 这边都是鞋 这个怎么卖啊 这双 这双五块的 就这么一双的处理了 多大马的 十七岁姑娘能穿吗 能穿 怎么不能穿啊 这么大姑娘都脚差不多 怎么不能穿 师傅 您到底想买点什么呀 我明天去我对象家 不知道买什么东西 头一回进门是吧 对 那可不能含糊啊 你听我的 你就装一份四色礼 什么茶 果 烟酒都行 要买这么多东西啊 这可是老规矩 你想啊 你买一部娃娃 是不是都得掏钱 人家养那么大一姑娘 送你家来 不花点能行 师傅 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呀 不买我们可下班了啊 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买 我买 买啥呀 就买这个 那我给你抱起来了啊 来 咱俩怎么样啊 特别合适 这下走路可轻松了 快 快 快 坐着 坐着 冯冯啊 这鞋呀是红色的 你穿着可精神了 可惜 你看不见 很贵吧 哥 不贵 哥哥也买不起 贵的东西给你 你哪来的钱啊 哥哥 就剩这些钱了 听小燕姐说 你明天要去见他妈 对啊 你不急着 要让哥哥去小燕姐吗 明天我就去奶奶家提金卷 他说你今天下午期 给奶奶买礼物了 是 是 那你买什么了 我买了好的东西呢 我没想到 现在东西那么贵 大炮给了五块钱 还是小云偷偷塞给他的 可我到商店一看 什么东西我能买过 对不起 难为你了向阳 你不是怎么办呢 明天我要空着手过去 你妈非得把我打出来 我可 我妈不是非在意那点东西 她就是老讲究 说话做事一套一套的 我妈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也别着急 我再想想办法 我这不还是辆自行车吗 我咋卖了 都这会儿了你卖给谁呀 再说这车破成这样 就算有人收 也抵不了几个钱 一个是一个 左右侧走也是个办法 你先回去吧 我再出去看看 小阳 你别费事了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啊 我知道你没钱了 咱不花钱 不花钱 不花钱 向阳 走 这些都是厂里头接待客人 剩下的酒瓶茶叶盒 可以当废品卖 卖乳精是给老干部 改善生活的 东西吃剩了就把瓶子留下 谁要用啊 可以去拿一个 这都是那会儿 刘开会当车间主任的时候 总爱跑仓库 他带着我领这领那的 要不然 我还不知道仓库里头 留着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拿着空瓶子 空盒地给你妈送去 空着干吗呀 酒瓶子里头堆点白开水 茶叶盒子里头放点干树叶 掂量起来差不多就行 那怎么行啊 我头一回上门 我就这么糊弄赵母娘 让你妈给知道了 非得气死不渴了 我说行就行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你别粗球出去了啊 算了我还是出去想想办法 行了 你就听我的吧 东西也就是拿过去摆一下 我妈平时虽然是风风火火 但她根本不留心这些东西 她就是一糊涂虫 回头我就把东西给拿走了 她反正也不吃 总归是要送出去的 那等我凑够了钱 我把真东西给她换上 这总行了吧 咱这不叫糊弄 咱这叫借东风 这能行啊 不行也得行 要不然这么晚了 上哪儿去想办法 我太没用了 向阳 半文前能难倒英雄汉 有用没用不在这一时 咱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你就听我的 明天啊早点来我家 我妈说什么呢 你就听着 别紧张 妈 这是向阳的释放证明 您看看 四个大红字儿 释放证明 我认识 姐放的放 喊什么呀 释放光荣 那向阳没出狱的时候 您死活就等着这个证明 这不好不容易弄来了 得给您一个交代 你这终于能来了 我还以为你让我老婆子 也得等个十年八年了 亏着我这命长啊 我要命短呢 还等不到这天呢 妈 向阳一回来就想要来看您 那不是不凑巧吗 他不敢来 是因为太在意您 这不 这释放证明补办回来了吧 他连曾伯伯都没通知 第一时间就过来看您了 那我可担待不起 你说这八字还没一瓶呢 你先拿回去 让让你让你爸看吧 伯伯 我今天来 是来提亲的 什么 提亲 这也不符合规矩啊 妈 咱都是熟人了 旧礼数什么的 咱就不讲究了 多嘴 这姑娘家家没修没扫的 这妖客旧社会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妈 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咱现在是新社会 不兴请没人那一套 再说了 请没人不还得包个大红包吗 我要有那钱 还不如攒着孝敬您呢 曾向阳啊 这个提亲啊 也得是家里大人来 才显得正是有诚意 你说啊 就你个小年轻的 拎这么两个东西 就算了数了 好好好 那那我先回去 我这这就回去 过两天我再让我爸 一起过来 我妈您等着我啊 这礼还能用两回吗 妈 您看您这话说的 这要是传出去 还以为咱多贪图小便宜呢 我怎么了我呀 你就这么心疼了 这还没嫁出去 你胳膊肘就往外拐 你走脱你妈后腿 会养给我什么用啊 您别怪小雅 是我 我不对我不好不懂礼数 您 您瞎打药吗 您就冲我了 你说 我是贪着点小东西吗 当然不是了 伯母啊 这么多年 你只照顾着芳芳也没提前 这时间和精力 你都付出不少 向阳都急着 向阳感激 行了 别说那虚的了 伯母啊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带小燕 你坐下 谢谢伯母 你说你一定能好好带小燕 是吧 那你说 你拿什么对她好吗 是 你们曾家过去是大户 但是已经破落了 你说你能拿多少钱 来给她办这个婚礼啊 你也不能让小燕住到大街上去吧 我妈 你现在提法子的事干嘛呀 你这不为难向阳吗 你说她刚出来又没工作 上哪儿找房子去 等以后啊 这以后是多久啊 你还能等多久啊 你都多大年轻啊 你怎么不为自己想想啊 曾向阳 你别怪伯母不尽情意 我呢 这是嫁闺女是吧 我一不图彩礼 我二不图大操大办 是吧 但是 不管怎么说有罪没罪 你这劳改犯的身份 就是委屈了小燕啊 再说她又等了你这么多年 没办法呀 怨我 我呀 降啊 生抽女儿比我还降 你说这些年我这当妈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这十八般武艺啊 我轮番的使了多少回了 我也累了 折腾不动 小燕年龄也大了 你别以为她年龄大了 我就没有办法了 随随便便地就给她嫁了 我也是有底线的 你别插嘴 曾向阳啊 结婚可是件大事啊 不是你喊两嗓子 就能办成的事啊 是吧 你说你们家现在 一穷二白 要什么没什么 你口口声声说对小燕好 你拿什么对她好啊 我告诉你 你呀得先有个工作 有了工作以后 你才能分房子 是吧 那才能赚钱养家 你得让我知道啊 你有能力对小燕好 你有能力为小燕撑起一个家 你说你这么多年在里边了 你们家是不是小燕撑着 你得保证啊 以后为她撑起一辈子 曾小子 你行吗 墨墨您放心 工作我马上就找 房子我也会想办法的 小燕已经为我吃了不少苦 现在我出来了 以后天大的事由我来扛着 只要您愿意 把小燕嫁给我 我绝对不会让她太吃苦了 我只让她吃甜的 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买 她就是想吃天上的月亮 我都给她摘去 对 哥 你说的那是月饼吧 好好 我就信你曾向阳的 我就看着小燕啊跟你降服 她等了你这么多年啊 你可不能让她白等 你要对她不好啊 老天爷都饶不了你 伯母啊 我绝不失言 我真是请求您 把小燕嫁给我 来 先吃点茶喝 来 喝点茶 来 这白了 来吧 来吧 我来吧 你看你们俩干什么 这是什么呀这是 妈 妈 曾向阳 你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呀 你怎么干这么偷鸡摸狗的事啊 你是不是诚心啊 诚心喊着我们陆家呀 妈 还有你 鬼迷心窍了是不是 曾向阳是 是人是鬼也都看不出来 她离着热破东西来提亲 你让你妈的脸往哪儿放呢 这要传出去 妈就都没脸做人了 妈 你走 你给我走 黄毛 对不起 黄毛 对不起 黄毛 对不起 黄毛 你怪向阳那是我的主意 你的主意 你怕你妈占争家的便宜 是不是 你们就合起伙来骗你妈 你就这么急着给她们当家去啊 陆小燕啊 你打的不是你妈的脸 你知道吗 你刨的是陆家的祖坟 你走 你给我走 你走 黄毛对不起 黄毛 是我的错 黄毛 黄毛 我来啦 黄毛 黄毛 你别见怪啊 向阳她着急结婚 来提亲 也没跟我打个招呼 儿女的婚事是父母之命的 我这个当妈妈的怎么能不来呢 你来得正好 你来看看吧 真的是你儿子拿东西来提亲 向阳 你怎么能跟你伯母开这样的玩笑呢 静一模 向阳她年轻不懂事 向阳赶紧的 来 来来来 我这才是正式来提亲的呢 快来快来 给你伯母道个歉 来 道个歉 伯母 行了行了 你别叫我伯母 邓长风啊 你儿子也放出来了 你们家也团圆了 你们就赶紧走吧 以后别上我们家来 我们不贪这点小便宜 是不是 我们家小样啊 就是一辈子架了出去 也不会往你们增加门里占半步 妈 哥哥知道我鞋坏了 她怕我走路摔跤 就把这钱拿去给我买鞋了 行了行了别说了 芳芳 你的鞋坏了怎么不告诉我 小燕姐 你也没钱 我不想让你为难 亲家母啊 这个向阳啊 从小就是一个实在的孩子 她真的不是诚心想糊弄你 你看在芳芳的面子上 就给她们一个机会 这两个孩子情深异常 她们是真心想在一块啊 妈 妈 主意是我出的 您别怪向阳 是我要嫁人 我不计较 您也别犯忌讳 以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加倍地孝敬您 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说我是贪到这点小便宜吗 样儿啊 你都多大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是你要嫁人 你要跟曾向阳过一辈子 你说曾家头一回上门 就弄得不干不干了 你是拿着曾向阳的手 抽你自己的嘴巴 往后到了曾家 你怎么做人哪 清姐母啊 清姐母 见面礼我带来了 不成敬意 也就是送个吉利吧 你放心 燕子到了我们家以后啊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带她 还有 这个啊 是我们家家传的 本来呢 应该是向阳她妈 亲自送给燕子 今天只能我给带来了 我是真心希望 燕子早一点嫁到我们家去 我真心地祝愿你们幸福啊 向阳啊 来 给燕子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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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黄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但是我喜欢小燕 我想娶她 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 这些都是从我心窝子里 掏出来的话 黄黄 以后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都会愿意的 你千万不要拒绝我好吗 我要是娶不了小燕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小燕 你说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她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呀 小燕姐 小燕姐 方方 你慢点 燕儿啊 燕儿 向阳啊 昨天方方跟我说 你今天要来提亲 我怕你办不成事 我就赶来了 向阳 能娶燕子 是我们增加的福气呀 昨天啊 把我紧张得全身都湿了 我现在心里啊 满满的都是劲 小燕 昨天我给你戴戒指 你怎么跑了呀 你不愿意嫁给我呀 瞎说什么呢 谁不愿意嫁给你了 这戒指 可是我们的传家之宝啊 我知道 所以我才没敢要 为什么 你是不是不愿意嫁给我 你急什么呀 我话都没说完呢 就是因为这戒指太贵重了 所以我不想随随便便地 去接了 我想等到咱俩结婚那一天 你亲手给我戴上 我要所有的人 都来见证我的幸福 好吗 好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放心了 说正经的呢 你明天就要去见刘经理了 准备得怎么样了 当初我在江流场 可是一把好手 你放心 肯定没问题 媳妇 好 等着降服吧 谁是你媳妇 又乱叫 不肯承承 好 那以后我就不这么叫你了 陆小燕同志 曾向阳同志 欢迎来到我们食品厂工作 你刚才说那个刘经理 哪个刘经理啊 刘开慧啊 刘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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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差不多得了啊 向阳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太知道了 他不是犯了事刚出狱吗 不管以前是什么人啊 现在是刘满释放分子 陆小燕 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的 你也知道 食品公司现在已经不是国有制了 指出不进 还带出边人员 这是新政策 是吧 我实话实说吧 钟向阳的人事档案 经过党委会研究决定 已经移交给劳动部门了 移交给劳动部门 那不等于把向阳给开除了吗 谁说过 谁说过非要留一个 劳改释放饭在公司里了 既然没有留下 那怎么能叫开除呢 是吧 慧续 刘开慧 你好好看一眼 向阳以前获得过很多先进 这些都是他的荣誉证书 小燕 这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 真的 公司没办法照顾你啊 要我说 你们还是另谋高就吧 你好好看一眼 再看一眼 看也没有用的嘛 真的 你再看看 向阳 向阳 向阳你别走啊 走吧 走到哪里也是个强杰乱 向阳 向阳 有你帮我 向阳 走 没事兒 没事儿 怎么了 事儿怀战了 没事儿 没事儿 我再去找领导说说 别去了 过一会儿我去劳动部 找他们套个说法 来 档案可以给你 这工作你得自己找 这档案是被你们提到这儿的 这工作当然得由你们负责分配了 对不起啊 新时代新制度 那档案我们可以给你保留 人随便你去哪儿工作 我们可不负责 晓妍 你妈说得对 我不能让你再受委屈 我是个男人 我得把这个家扛起来 我得找个体面的工作 我得让你卸下担子 过好日子 我得撑起来 襄阳 工作上的事情我们慢慢来 结婚也不着急 我觉得现在重要的是 你刚刚出狱 得适应一下新的环境 你看看你最近 你还是习惯蹲着吃饭的 襄阳 我觉得铁饭碗什么的不重要 咱就算跑个瓷饭碗 木饭碗 也一样吃得香 你给谁吃呢 自己又生不了 我小侄子 他现在长得胖嘟嘟的 可好玩的 好玩也不是我 对了 我哥和我嫂子 想把小宝过忌给咱们弄 什么 我不要 谁在做谁养 我不当得冤大疼 那不是咱们生不出来吗 谁说生不出来啊 是你不乐意生 是 你那身体检查是没毛病 可是你那心里不想生 不乐意生 你知道这什么吗 这叫心里影响生理 这就是命 是影响生理 反正我认命了 你也认了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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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认 我不认 冬爱国 过忌孩子 是我哥和我嫂子的意思 反正我也不想要 你要不想要正好 你还给我净腿 老子今儿不打你 老子困了 老子睡觉啊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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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跟你说 我儿子真的很优秀 而且能吃苦 你就给他个机会吧 同志 你也不肯定 做着 就我了解 带来 你自己的医生 你自己的医生 你不肯定 都行 不肯定 不肯定 你不肯定 我嫂子 你还想欠任何人 你会这么想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你也不肯定 这个是我们单位发的粮片 你拿这个 给嫂子买点好吃的 让她补补 当然有的吃 孩子才饿不着 山河 身上带钱了呀 给我点钱 你嫂子太抠了 我连零花钱都没用 都陪我呗 行 都给你 你嫂子太抠了 哥 我跟你说 以后别再跟董爱国要钱了 我都没法做人了 走了 这什么话呀 那要不是我 他董爱国能占这么大便宜 娶你做老婆 我用你钱走了 你是 老师 帮我到哪儿 长风 山河 你怎么来了 天冷了 我跟你送双门鞋 我有 燕子都给我买了 我还没舍得穿哪 为什么不舍得穿哪 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最重要 山河 你还是回去吧 别让董爱国 看见你在我这儿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我听小燕说了 向阳找工作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呀写了几份材料 介绍了向阳的情况 跑了好几天了 可是人家一听说 向阳坐个牢 别的就都不看了 别跑了 董爱国有个亲戚 挺有门路的 我打算让他 帮向阳找找 那 那可使不得呀 本来董爱国 心里就有个结 我躲着他还值怀疑呢 他要是知道了 这件事情 那麻烦就大了 知道就知道呗 我不怕麻烦 我欠你们增加的债 我得还 你谁的债也不欠 要欠的话 这个账得记在我的身上 跟你没有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这是咱们俩 共同欠下的债 这么多年下来 什么爱情啊 生儿育女的梦啊 就连回忆都变得淡了 就连回忆都变得淡了 剩下的 就是这笔债了 山河 我看 你还是要个孩子吧 来得及 有了孩子 有些事就好办了 我要一直吃着呢 可是不管用 不行就抱一个 那也算是有个孩子啊 你看 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总结 当中当年所有为年的 包括以下的酱油厂 上学的东西都在里面 然后这个是我的释放证明 来 大伯 这个豆腐好吃吧 好吃 上次你说你想吃辣的 我今天特地做的这个菜 多吃点啊 对 对了 我还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待会儿吃完 你试试 你又想离婚是不是 你瞎想什么呀 没有的事 没有 没有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古代杀人砍头之前 都像你这样 给整一个好事好喝叫什么 上路饭 吃好了喝足了好上路 我 艾国你误会了 我 我 我不是说是要跟你离婚 你对我们家的好我都记着呢 行吧 我今天是有事要求你 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 真的 真的 什么事啊 说吧 试试 开眼了 行吗 不行脱了吧脱了吧 换这件试试 行吗 行 挺好 要不然你再试一下这个 哎呀 好了好了 上班在述火 你怎么搞得比我还紧张啊 就这件挺好的 喂 小杨 你什么朋友啊 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啊 你甭管了 你不认识 你到时候啊 千万别紧张 啊 我朋友说了 分配给你什么工种 你都先干着 等咱表现好了 再换 好 回头啊 我一定得去谢谢你这个朋友 不用了 这人情归你归我不都一样吗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很快咱俩就是一家人了 以后 你就不用两头跑了 快去吧 好好好 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小月 我先送你回家 然后呢 我再去两站 天涯 咱俩 咱俩工作了 早着了 在第二两站 好 好 走开 这老改犯都能找着工作啊 还在第二两站 人家年轻又会写又会算的 你就老到哪儿去了吗 你当各位会主任那时候 这在几百人面前不也张口就能说吗 你就不会写不会算了 谁看记得那些事啊 现在什么事都讲关系 当年的威风我早抖不起来了 他老曾家他有什么关系他 曾家以前是大虎 来来往往的都不是一般的人 那瘦死了骆驼比马大 胡死了还三分威呢 咱们这都是穷亲戚 有关系有啥用 咱家姑爷那不是咱们的关系啊 他和山河整天打打闹闹的 咱们没少掺和 你还有脸请他帮帮啊 他要是真帮了吗 他打山河的时候 咱向他哪一头啊 你这 你这多闹的呀你 打到骨头连着鸡 那怎么也是一家人 我还就不信了 你要是张嘴求他 他能不帮忙啊 别洗了 你去去去 现在现在你去去去去 那也要去你去我不去 行行行 个窝囊废你 你去不去 不去 行 你不去 我去 我去 郑大阳 你不要命了 你怎么不来找我 我找你干吗 你不要你的释放证明了 这个证 你自己留个做个纪念吧 从对以后咱俩互互相见 你别玩着 你真的不要你的释放证明了 你不要了 不要了 我刚才说的话你是没听清楚吗 看好了 就好 张大王 这证明死了 我可以再办 你好好做人吧 别总是想着一些外门邪道的事 时间还长着呢 我不想惊上任何人 也希望你能幸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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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如歌 笑和泪善哗 勇敢的奔跑 用力的拥抱 谁能懂事是纷扰 脚变落叶 封开了年华 我们回忆 梦里放不下 曾一起憧憬 一起骄傲 努力你陪我到老 岁月改变了容颜 果然是活进去 白了黑色 画了双眼 唯有心里爱不变 多少年无奈离散 多少自信呼喊 忘了世界 忘了从前 忘不了你我约定到永远 岁月改变了容颜 岁月改变了容颜 果然是活进去 圣格 白了黑色 白了黑色 在从前 白黑海 白了黑色 抬黑色 画了双眼 忘了时间 忘了从前 忘不了你我约定到永远